大家好,欢迎来到互相网校华语课堂 我们上一节课当中讲到的关于法语里 单数名词变负数的一些基本规律 大家掌握的如何呢? 应该还是比较简单的,对吗? 在我们已经学习认识了这么多的单词以后 其中的一些规律呢,我们自己都已经可以发现了 那其实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单数的形容词变成负数 阳性名词变阴性,还有阳性的形容词变阴性 等等,它们呢,也是有一定的规律的 那同学们不妨先自己根据我们已经学到的名词、形容词 来做做小研究 那么在之后,刘丽老师为大家总结到的时候 你就能够掌握的更加牢固了 OK,那么今天这一节课呢,我们一起来看课文部分的内容 首先,这一课的主题叫做 Gune bien ici Gue作为感叹副词引导的感叹句 我们在这个单元的第一课已经来了解过了 那么Gune bien ici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这儿待得多么的舒服啊 但是呢,当时我也提出了一个疑问 究竟他是真的感慨在这个地方待得很舒服 还是借着这个感慨在说反话发牢骚呢 嗯,那就要从课文里面来找寻这个答案啊 所以接下来,我们先一起来看一看CN1的内容 Scene1 Fanny et Bertrand ont passé leur première nuit à Montcaillou Le matin Alors,en forme? Vous avez bien dormi dans la caravane? Comme dans un quatre étoiles Allé,venez boire le café Asseyez-vous 还是比较简单的一段对话啦 但是其中却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知识点 需要我们通过它来掌握的 Alors,CN1 Fanny et Bertrand ont passé leur première nuit à Montcaillou 很简单啊 就是说他们度过了在 Montcaillou的第一个晚上 Leur première nuit Passé une nuit à Montcaillou 在那里度过一个晚上 Le matin 那这个早上呢 肯定是第二天早上啦 Alors,en forme? 就是Jérôme在问他们 那en forme呢 是一个简短的说法 他问的其实就是 Vous êtes en forme? 你们精神还好吧? forme这个名词我们还记得吗? 在上一个单元当中就出现了 Résultat,on a la forme 所以avoir la forme 可以指我们身材很好 而être en forme呢 则是指精神非常的不错 Alors,en forme? Vous avez bien dormi dans la caravane? 你们在旅游房车里睡得还好吗? 这里用到的是动词 dormir的 复合过去时 因为问到的是昨天晚上的一个事情 所以用复合过去时来表达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句话 Vous avez bien dormi? 你们睡得好吗? 后面的 Dans la caravane呢 是一个地点状语 我们可以先抛开不看 我们在这里要非常注意的是 这个副词 bien的位置 在之前讲到副词的时候 我们说过 如果是在直称式现在时钟呢 副词应该放在动词的后面 对吗? 比如说 je dors bien 我睡得很好 而且它用直称式现在时呢 应该是表示一个常态的动作 所以je dors bien 我们可以翻译成 我睡眠不错 je dors bien 但是这里注意了 如果是在复合时态当中 那我们现在学到的复合时态 就是这个basic composit 复合过去时 这时候我们的副词 应该放在主动词和过去分词之间 所以我昨天晚上睡得很好 我们应该说 je dors bien 注意复词bien的位置 是在e和dors bien的中间 je dors bien 这是关于复词位置 我们要先掌握的一点 vous avez bien dormi dans la caravan comme dans un quatre étoiles 就像睡在一家四星级酒店一样 Dertrand的评价很高啊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呢 alé venez boire le café 那么来喝咖啡吧 有同学会奇怪啊 为什么这里的boire后面用的是定罐词呢 那说明Claudia已经把这个咖啡准备好了 所以她是特指的一份咖啡 因此这里用定罐词也是没错的 et puis 她说 assiez vous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很重要的一句啊 assiez vous 就是 你们快来坐吧 它也是一个命令式的形式 那首先我们要了解的是坐下这样的一个动作 首先有一个动词 assiez vous 它指的是让某人坐下 assiez vous 那如果是自己坐下呢 我们当然也可以用它的代动词形式 所以就是 sassiez vous sassiez vous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assiez vous 它是怎么变位的呢 这个动词比较特殊 它的变位呢 有两种不同的形式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看 首先它可以是这样变的 je sois du assois il assois elle assois nous assoyons vous assoyez il assois elles assois 这是第一种变位形式 那第二种呢 它也可以是这样变的 je sois du assois il assois elle assois nous assoyons vous assoyez il assois elle assois 好我们不仅要注意 它两种变位的形式 还需要特别注意一下 变位当中的发音啊 嗯那有一些同学考虑的很多 他说是不是这个动词 有几种不同的用法 那在特定的用法下 应该用某一种变位呢 其实不是啊 这两种变位呢 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并没有意义上面的差别 也就是说 你在使用这个动词的时候 用je sois 这种变位 这种变位也可以 用je sois 这样的变位也可以 两种都可以使用 这是assoire的变位 那么sassoire这个代动词呢 应该怎么变 大家也可以自己试一试啊 那老师就不带着大家做了 好那认识了sassoire这个动词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 代动词的命令式是怎么做的呢 首先如果是肯定的命令呢 我们注意 这时候字反代词se 要放到动词的后面 并且呢 两者中间用一个特定用连字符 连接起来 而且还有一点要注意的 如果是对第二人称单数 du的命令 这个字反代词de 要变成tru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se le ve 起床 那如果我对你说 你快起床 那就是le ve toi le ve toi 颠倒一下位置 并且把de变成tru 那如果是我们快起床了呢 le vons nous le vons nous 你们快起床 le ve vous 其实还是非常简单的对吗 代动词的命令式 如果是肯定命令呢 都是这样的形式 那如果是否定的命令呢 我们当然还是要用到ne pa 这样的结构 注意 否定的命令当中呢 他们不需要颠倒位置了 直接把ne pa放在代动词的两边就可以了 而且这时候de也不需要变成tru 因此呢 你不要起床 ne te lève pas 我们别起床 ne nous levons pas 你们别起床呢 ne vous levez pas 嗯 这就是代动词 命令式的形式了 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来做一做 saswar 坐下 这一个代动词的命令 那这里我们注意了 虽然说它的两种变位形式呢 都是可以使用的 但是我们在命令式当中 大家经常听到的 应该是 je c'est je c'est assiez toi 我们坐下 assayons nous 你们坐下 assayez vous 是不是就是Claudia说的那一句 assayez vous epuis 如果是否定的命令呢 你别坐 ne te lève pas 我们别坐 ne nous asseyons pas 你们别坐 ne vous asseyez pas 好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简短的 send en的场景呢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 从它的最后一句 assayez vous 当中 引出的 动词saswar 和代动词的命令式 这两个重要的知识点 虽然说内容看起来并不多 但还是需要同学们在课后 好好的消化消化哦 一起来做个小练习吧 咱们 讲的是 他们第二天早上 起来 在吃早饭的时候 发生了一段对话 那我们还记得 他们今天 可是有安排的哦 on va ser une randonnée 他们是要去 进行一场 远足旅行的 所以第二个场景呢 就发生在 他们去 远足的路上啦 chez vous 好那这一段 发生在路上的场景啊 其实还蛮搞笑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sur la route 那肯定是从山上的某一个地方出发 前面是开车过去的 对吧 所以他说是 vers le départ de la randonnée 那和 départ相对的名词是什么呢 就是 到达 或者到达的点 也就是终点 好那我们再看这个句子当中的 vers 这个介词 它指的是 朝着 向着 某个地方 vers le départ de la randonnée 在朝 这个出发点 行进的路上 他们呢 被一个 gendarme 拦了下来 gendarme 就是法国的宪兵 武装警察 我们在一些游行 集会的时候 会看到他们 在街上 维持治安的 en gendarme 他说 vous ne pouvez pas passer 你们不能 从这儿过 pourquoi 为什么呢 il y a une manifestation de la ppu 果然啊 这里呢 有一个游行 une manifestation 是什么组织的游行呢 这个组织的名字叫 la ppu une manifestation de la ppu 看来呢 Fanny也不知道 这个组织 所以她问 c'est quoi la ppu 我们来看 Claudia的答案啊 她指的是 l'association pour la protection des urs 所以 a ppu呢 就是这个组织 名字的缩写形式 l'association 组织联合会 是干什么的呢 pour la protection protection 它是保护的意思 是为了保护谁呢 la protection des urs 所以我们可以翻译成 雄类保护组织 他们在做一个manifestation 然后Fanny的反应 非常搞笑 她说 啊 tu vois Bertrand 你看 un Bertrand il y a des urs dans la region 这个地方是真的有熊的 诶 这就要说到 上一个单元的 最后一刻里面 他们不是 睡在房车当中 听到了 un bruit bizarre 奇怪的声音 然后Fanny就很担心 会不会是有熊 Bertrand说 il n'y a pas d'urcissi 这个地方不会有熊的 然而第二天 他们就碰到了 la ppo 所以Fanny 是这样的一个反应 et puisClaudia dit on va prendre la route de foie 那我们就去走 la route de foie吧 这是另外一条路的名字 c'est interdit aussi 那Lina也是走不了的 c'est interdit 这里用到了一个动词 叫做interdire 是禁止的意思 那么它的过去分词形式呢 interdit interdit 表示被禁止的 那这个过去分词呢 也是已经可以 直接作为形容词 来使用了 être interdit 或者être interdit 就是说 某样事情呢 是被禁止的 c'est interdit aussi 那一条路呢 也是走不了的 为什么呢 因为那里有一群农民 在游行 所以说 在他们这个地区啊 到处都是游行 对吗 那Bertrand 也是这样的反应 你们这里 永远都是这样的吗 到处都游行的吗 不让人走的吗 这里的 就不是表示 在你们家了 而是 在你们这个地区 我们要根据上下文 来理解它的确切意思啊 好 那在这里呢 还有一个名词 需要给大家解释一下的 Une manifestation des fermiers fermiers 是一个职业啦 农民 或者说农业工作者 那它的音信形式是 fermière fermié fermière 其实这也是一种 阳性名词 变音性的 非常典型的情况啦 大家可以记一记的 那可能有一些同学呢 见过另外一个 用来指农民的词 叫做 beizon 我们再讲到 cap 吃煎饼的那一刻 里面有见过 对吧 那个里面呢 beizon 是作为形容词的 我当时给大家翻译成 土家的 土室的 beizon beizan 那这个词 它用作名词的时候 也是可以指农民的 但是我们要注意啦 beizon 这个名词呢 是带有一点贬义的 或者说 是一种 灭称 如果说一个人是 beizon呢 就感觉是说 他很土 没见过什么世面 从乡下来的 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在说到 人家的职业的时候 最好还是说 fermié 农业工作者 更加的尊敬一些 一起来做个小练习吧 C'est tout pour aujourd'hui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